中国驻印尼大使陆康在本次催奉会中 讲解了关于中共二十大的情况 以及印尼和中国之间取得的成就之后 开展了问答环解 陆康大使就近期比较受大家关注的 崖湾高铁事故相关提问表示 12月18日下午在崖湾高铁项目的 西湾龙附近的一个村庄 高铁普规设备在大破度下行的过程中 出现了故障 制动失灵导致他冲出了轨线脱陷了 事故造成两名中国技术工人的普幸遇难 两名中国工人受伤 他强调受伤人数是两人不是四人 目前失职的伤口工作正在处理之中 而两名伤者的情况非常稳定 目前事故的原因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那么根据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 那么发生事故的呢 它是铺轨这个铺轨施工的设备 那么只是在建设期间铺轨施工使用的 它不是今后的高铁运营设备 也与高铁施工质量无关 那么应该不涉及高铁建成开通后的运营安全 那么据印尼政府和项目负责人介绍呢 此次事故对整个项目的建设总工期没有影响 此外考虑到许多人对核实能访华 及中国游客核实能前来印尼观光表达了关心 陆康大使也回答了关于中国将核实完全 对外开放签证政策的相关提问 中国随着疫情形势的发展 那么随着我们对这个疫情的认知本身的加深 你们也注意到现在中国的政策本身也在调整的过程之中 我也希望 我也相信 我知道很多朋友有这个愿望 那么随着我们对疫情的更加有把握 我们的更加能够有信心 能够开放的时候 相信一定会及时的调整政策 促进中外人员之间的往来 除此之外 关于目前中国疫情的兵力数正在上升 而中国如何采取政策的问题上 陆康大使表示 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公共政策最大的考量 就是一定要确保人民生命的安全 尽可能地将疫情对生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那你就不会想到那么多 这种时候更多的是这种职业的使命吧 每度新闻 李淑珍 阿兰因乐 采访报道 感谢法律 分散 深热